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谢谢主 昨天和大家分享说 其实遇到困难的时候 人都会想要 我们说人穷则呼天 我没有路走了 老天爷要帮个忙吧 上帝要帮着我 耶稣求你 但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不是 我知不知道神怎么样启示我 关键在听从 不但是要听 我要听见神启示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听完之后我的回应 那个听从的从就是一个回应 听见神的启示是一回事 照着神所启示的去做 又是另外一回事 而在当时西底嘉的这个时代里面 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 他们要做决定 也许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 一些很重要的决定 就好像西底嘉王当时 当时他北边有巴比伦 南边有埃及 两大之间南为小 他夹在中间 两边都想要欺负他 而在这个时候 人总想要抓一点什么 到底要抓谁呢 其实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在他的周围一定充满了声音 有人说要亲巴比伦 有人说要亲埃及 有人说去找巴比伦成为我们的依靠 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 去找法老王 法老王比较能够信任 每一个人都在给他意见 可是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说 听我的一定对 谁敢讲听我的一定对呢 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跟你说 听我的一定对 其实那只是他的勇气 他比较敢这样讲 其实谁有把握 生命里面充满变数 而最大的变数常常是我们自己 面对这些变数 没有一个人敢讲 事情的发展究竟会怎么样 往左走 往右走 站在十字路口 往左走 究竟会怎么样 谁知道 往右走又会怎么样 大概吧 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大概 因此面对巴比伦和埃及 两个强大的势力 他夹在中间 其实他必须做一个决定 此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也正在面对 此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其实恐怕不是 亲这个或亲那个 听这个或听那个 靠这个或靠那个 此刻其实你需要的是 回到神的面前 听主的声音 因为只有他才是全职的 你周围人 大家可能都是出于爱心 给你很多的建议 可是每一个很爱你的 在爱里面给你建议的人 其实都没有把握 你听我的一定对 我还是说 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 真的一直这样讲 其实那只是他的勇气 他很敢讲 但是他也不知道 究竟将来会如何 谁敢说呢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 回到神的面前 听他的声音 因为只有他是全知的神 他不但什么都知道 将来会怎么发展 他非常清楚 而且他是全能的神 当你照着他的旨意去行 照着他的启示去做 他有能力带你走出现在的困境 安静下来 让周围的声音安静下来 你需要的是 听上面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